华氏一郎要带你来看到 过年我们都会吃年夜饭 不过你知道年夜饭背后的秘密吗 这些食材的来源环境安全吗 每年被浪费得到的食物有多少 台博馆现在正在展出的永续年夜饭展 透过艺术的方式来呈现 不许让大家看到不同族群的年夜饭菜色 在吃年夜饭的同时 也可以对环境永续有不同心思 来到台博馆 现在这里正在展出的是永续年夜饭展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桌面上面有很多是我们在吃 过年年夜饭的时候会出现的菜色 但是绕过来这边可以看到呢 有一些蛮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来问问看 到底这些都是来自哪里 比如说像现在这一道呢 它看起来像粽子对不对 那这是来自越南的粽子 不说你不知道 这些菜背后可都有故事 每一道都栩栩如生 也能认识不同族群的年夜饭 只是换个场景 同样是满满一桌菜 全是艺术团体 用澎湖马公捡到的海费垃圾 制作而成 充满创意 但却有淡淡哀伤 餐桌上的秘密还不止这些 每种食物都会排放温室气体 也就是所谓的碳排放量 牛肉羊肉是所有的食材里面最多的 还有关于食物更惊人的数字 台湾一年厨余回收量 逼近50万公顿 等于可以供全台每人三餐 吃便当吃10天 但还有九成厨余都没有被回收 减少浪费或许能透过好好管理 家中冰箱做起 冰箱里坏掉的食物给移除 是这样环保就好像你就抽离开来 至少更认识自己吃的 这些食物背后的意义 保护环境从自身出发 永续餐桌行动 就从改造下次年夜饭开始 华氏新闻助备最流 俊男张淑敏台北报道 强烈台北报道